解冰论推抢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4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从台湾啊 这次太鲁阁列车出轨 然后呢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呢 他假模假样他就慰问 从这件事我们开始说起 那说这个事要揭示一个什么主题呢 也就是你别看中共他假模假样去什么关心台湾人 去慰问台湾人 实际上中共早就虎视眈眈要把台湾统一的 那么中共用什么手段去统一台湾呢 中共又是如何把红旗插遍全球呢 这是今天呢我们通过台湾呢来给大家呢讨论 也就是中共用哪些手段 他们去对台湾进行渗透 最终达到武力统一台湾 贡献台湾的目的 那么对全球其他地区中共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呢看到了一张图 这张图呢是世界地图的更新 这个所谓世界地图更新呢 是红色区域的更新 也就是这张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红色的都是亲共的国家 蓝色的才是反共的国家 灰色的呢是那些选择中间犹豫的一些国家 那么这张地图你一看 基本上红旗就插遍全球了啊 除了美国和北欧的少数几个国家之外 亚洲也只有日本和印度是反对中共的 那么最反对中共的要被中共马上就要攻陷的 就成一个台湾了 也就是台湾一直是被中共想方设法 要么呢是变成红色思维渗透 也就是俘虏台湾人民的人心 然后呢最后没办法之后 中共就开始武力统一 所以说呢习近平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 对4月2号在台湾列车出轨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呢 他呢表示公开关切 也就是他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中说他向欲南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欲南者家属和受伤的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 祝愿这些伤者呢早日康复 这是中共呢通过新华社来公布的习近平公开发表的消息 那么习近平发布这个消息 你看上去好像是安抚台湾 他嘴巴上好像是对台湾民众遭受了重大的这个人员伤亡事故呢 他表示慰问 但是他一边嘴巴上讲的那么好听 一边派军机扰台 也就是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布了消息 一架中国运巴反潜机就在习近平慰问台湾的这个时候 他呢进入了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后来是台湾战机升空以后 那么这个飞机才离开了这个识别区 也就是中共自从拜登接任以后 中共可以讲是派出大量的军机对台湾呢进行各种扰台的行为 尤其是台湾和美国在3月26号签署了设立海巡工作小组了解备忘录签订这个备忘录的那一天 中共共出动了20多架战机 这是最大的规模 其中这20多架战机里面有两架是运巴的反潜机 一架是空警500的这个战机有四架是轰六开战机有十架是签十六战机还有两架是签十战机一架运巴的计程机也就是中共一共派出20多架飞机呢侵扰台湾西南部防空识别区 是创下了台湾国防部公布是近年来中共派出各种军机对台湾扰台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一次空中战机对台湾干扰的这么一个军事行动 那么这种行动毫无疑问来讲是威胁行动了 那么中共它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就是中共这个国家它的邪恶 也就是它最高领导人表面上它来安抚你 它说你这个受到重大伤亡了以后它表示慰问 那边的派军机呢来威胁你 中共它威胁你的目的是什么 它最终就是要征服台湾 它征服台湾首先是希望通过它的手段 通过它的各种手段是俘虏台湾人的人心 这么多年中共对台湾使用了不同的统战手段 这种统战手段不是对待台湾的是对待全球的 为什么我们看到地图上有那么多国家都是红色区域啊 这些红色区域都变成亲共的国家了 它们如何变成亲共的国家呢 就是中共它就是用这种统战手段来逐步的去俘虏当地的人心 然后逐步的拉拢当地的政要 最终使得这个国家无论是国家的高级领导人 还是这个国家里面的很多企业 只要跟中共有利益关系的 它们最终都倒向了中共 那么对台湾呢同样是这样 我们呢是以台湾拉拢的手段 中共对台湾实行的几个手段为举例 也就是中共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去对全世界进行渗透的 那么中共统战台湾它一共用哪些手段呢 我们简单给他们归纳一下 基本上我认为就是四个手段 第一个就是政治拉拢手段嘛 也就是中共在台湾不断地培持那些亲共的政治势力 这种政治势力无论是在台湾岛内是在两党里面的高级政治人物 还是已经在政府里面任职的一些内阁高官军方的一些退役将领 尤其是台湾里面有影响的有知名度的各种政治人物 那么中共呢就不断拉拢这些人 以这个同乡啊血浓雨水啊你们家属在大陆啊 你们自己的亲朋好友在大陆有投资啊 以各种名义把这些人呢把他们诱使到大陆来 然后呢说是到大陆来参观来访问来探亲访友来祭祖拜亲 用这种方式呢就把这些大量的政治人物政治官员呢 就把他们呢诱往大陆或者是诱往香港澳门 反正是属于中共它能够管辖能够控制的地区 那么把这些台湾的这些高级人物把他们带到这些地方以后 用什么方法呢这个大家都想得到的 第一个就是金钱利诱也就是跟你加深里面的金钱利益关系 用金钱首先是吸引这些政治人物愿意搞什么投资啊 共同成立公司啊然后共同投资以后在里面获取利益啊 就是首先是金钱利诱然后就是美女色诱 美女色诱呢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呢他以美女作为导游作为向导来带领你去游山玩水嘛 在这个过程中导游就睡到这些政治人物的床上了嘛 然后通过金钱利诱通过美女色诱最终就是让这些人接受了中共对他们的利益的赠誉 或者是利益的引诱以后他们回到台湾以后就帮中共说话嘛 中共并不是让你立即就倒戈就判决中共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你判决你倒戈过来了以后你就失去你本身政治人物在台湾能发挥的作用了 中共只需要你回到台湾以后帮中共说话去带风向 然后呢用你的影响力去说服那些到大陆来投资的台湾的各种关系人或者那些商业领袖 让这些商业领袖在政治上做表态 然后呢为中共表态 你比方说郭台铭嘛 郭台铭就曾经讲过这个话民主不能当饭吃啊 我们最主要还是要把饭吃饱 这个语言和这个腔调完全符合中共它统战的姿态 中共经常对老百姓洗脑对老百姓愚民都是告诉老百姓搞什么民主搞什么自由啊 民主能当饭吃吗 把饭吃饱就行了哇 你现在最主要是把饭碗捧牢了 所以郭台铭他也是要求所有的台湾民众台湾青年不要去谈什么民主 不要跟中国大陆讲什么民主 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 民主不能当饭吃 民主不对你的GDP没有任何的帮助 我只要告诉这些学生 就说你们在虚耗社会的资源 虚耗社会的成本 所以郭台铭的这种表态恰好就符合中共的这个宣传利益 那么毫无疑问来讲政治人物因为他们都有影响力 他们这样去讲的话就会影响岛内民众的心理 尤其是影响台湾正在成长的各种年轻人 我到台湾去讲过学的 我在台湾讲学的时候和很多台湾的这些大学里面的年轻人互动 这些都是研究生或者是本科生 我感觉到他们对中共这个很漠然 他们根本就没有深刻的意识到中共是虎视眈眈要统一台湾 并且中共要把他的专制的这个制度要把它扩大到台湾去的 这些年轻人们是很漠然的 他们一点不认为中共对他们有多大的威胁 这就是因为什么岛内现在的这个政治气氛已经在岛内很多导向中共亲共的媒体亲共的政治人物的影响下 对年轻人产生的一种恶劣的影响 这是指的政治手段 那么第二个手段就是经济贸易手段 因为经贸手段是中共最主要的手段 它对全世界尤其是民主发达国家去怎么贡献的 主要就是通过经贸利益 然后双方捆绑利益以后 你自然就为我说话了 所以说中共是不断的借外资港资用各种民意来参与台湾的投资 参与台湾的投资以后 就通过中共的资本中资企业在台湾的运作 影响当地的决策影响当地民众的利益 当然了中共的这种方法是引起了台湾政府的高度警惕的 他们不同意中资在台湾可以操纵台湾的企业 但是中共有办法 你台湾不同意 但是我可以换一个手段 也就是他们用多层转投资的方式 最终呢就稀释中资的股权 或者隐秘中资的身份 来台投资的各种企业 他们往往是打到台湾人的旗号 打到港资的旗号 也就是隐秘掉中共在这个里面 它占有资本和中共实际上有决策前段 实际控制权力的这个资本的主要的决策性 它不让你看到 它以为这个就是台资企业或者是港资企业 他们甚至可以以台湾人的名义在台设立各种子公司 直接化身为台湾公司 完全回避台湾政府的审查 举个例子就说 中国有一个半导体公司叫彼特大陆 它呢就掩饰它中资公司的身份 然后没有经过台湾经济部投资审查委员会的许可 在2017年通过它的子公司在台湾成立了两家公司 一家公司叫智星一家叫星道 这两家公司用高星挖走了大批台湾的研发人员 实际上他们都是为这家公司的母公司 也就是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彼得大陆为他们服务的 也就是为中国的这个母公司挖走了大量的人才 然后研发人工智能的一种晶片 仅仅是几年时间就在台湾挖走了两三百个高等的专业人才 也就是这些专业人才实际上都流入到中资公司所控制的公司里面 也就是把台湾的人才挖走嘛 那么人才都跟着中共走了以后 最终谁为台湾服务呢 这是中共采取的第二个叫经济贸易交流手段 第三个就是文教交流手段 也就是中共最喜欢文化渗透教育渗透 中共每年都通过什么校园交流啦 访问学者啦 交换学生啦 游学等各种方式 邀请台湾的学者专家 各个大学里面的校长主管 以及呢年轻的台湾学生到大陆搞什么免费参观旅游 在这个过程中呢 可以讲中共对这些人接待的是无微不至的 尤其是让那些年轻的学生 让他们看到中国大陆这个经济发展很高速 这个大城市里面发展的很好 然后就让这些台湾学生觉得 如果我们回归中国大陆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他们的意图就是让台湾来访的师生 看见祖国形势一片大好 就是控制外围的媒体 中共通过他自己巨大的资金 不断地在台湾建立各种亲共的媒体 亲共的各种电视频道 而且他控制了台湾很多公共场所 电视频道转合的这个权利 也就是说他以台资公司的名义付钱给那些台湾的普通的什么小吃店啊 那些餐厅店主啊 包括那些写字楼管理的那些物业公司啊 然后呢让写字楼的电梯啊 小吃店啊 餐厅啊里面那些大屏幕呢 就不断地滚动播送的 始终播送的都是中共在台湾控制的那些红色电视频道 也就是时刻们坐下来 或者是写字楼办公的人员进入电梯以后 你看到的电视节目都是亲共频道所播放的 在台湾里面影响台湾人思维的那些电视节目 而物业公司也好 小吃店也好 餐厅店主也好 都有台湾公司给你付钱啊 我们每个月给你付多少万 你拿了我们的钱 你就在你的频道上 专门只放这几个频道的节目 这些放的这些频道的节目都是亲共的 只要你放亲共的节目 你就完成合约了 我们就给你发钱 那么作为小吃店的摊主 物业管理公司的这些领导人 他看到这个利益 他就不会放弃哇 那个电视放什么都让他去放哇 反正放的是台湾的电视台播的哇 至于这个电视台放的是亲共还是反共的节目 你政府去审查关无什么事啊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潜移默化 对台湾的普通民众进行洗脑 对他们产生的影响 这就是中共它控制媒体的能力 也就是中共它过去呢 它不断地对台湾呢 推广什么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但是自从这个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后 中共在香港强行的推行国安法以后 一国两制已经完全死掉了 现在没有一国两制了 最终中共只能是武统台湾 但是在武统台湾之前 中共一定是要制造各种政治绅士的 也就是要拉拢台湾的人心 让台湾普通的民众呢接受共产党的洗脑 让台湾的政治人物能带风向 让这些人不断地表达就是跟共产党合作没什么不好 所以说呢中共呢它在台湾呢尤其是在媒体宣传方面 他们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的 他们要么投入聚资直接控制媒体 要么呢就用广告来收买 也就是有些媒体你是没办法去控制的收买它的 但是你这个媒体只要播 你不是要上广告吗 那我就是广告收买 我出大量的钱到你这做广告你总欢迎吧 但是在广告收买之后 他就想方设法去控制这个媒体 对这个媒体的采编人员对他们施加于影响 你要赚钱嘛 所以说最终就让很多媒体都成为了亲共媒体 有些媒体呢不愿意亲共呢 那他就用广告利用 当你接受了他的广告以后 他最终就以我抽掉你的广告 断掉你这部分利益对你进行威胁 然后呢控制和修改你报道的方向 这是中共的一种手段 第二个就是拉拢台湾媒体人 把这些媒体人都拉拢到大陆 以金钱美女的影响记者 即使对一些不上当的采编人员呢 中共呢他会以国安部钓鱼的方式 来勾引你这些采编人员 比方说台湾某些采编人员 记者啊或者是总编辑啊 或者报社里面的一些知名报人啊 这些人到大陆参观的时候 就会有国安部的人员 以钓鱼的方式化妆成普通平民 向台湾的这些记者呢 说是给你爆料 那么有的记者一听说有爆料 有一些重要的秘密内容 都是有兴趣的 你就会跟爆料人见面 但是你见面之后你就上了当 因为共产党这个是国安的钓鱼方式 你见面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抓住了 他抓住你以后 他就说你到大陆来 是涉嫌危害中共的国家安全 你来接受这个爆料 实际上这个爆料 是为了违背中共党国国家利益的 因为这个所谓爆料人也一块抓捕啊 因为这个钓鱼这个鱼饵 它让你感觉到 那个人是也被他们当场抓捕啊 到了这个时候中共抓你进牢房的 不是它的根本目的 因为只有那种闽完不化 不跟中共合作的 它会把你送进牢房 但是大部分是选择跟中共合作的 也就是中共用这种办法 就然后俘虏了你 也就是你有前科了啊 你本来是要以违反国家安全 我们要抓捕你的 现在我们放你一马 你回到台湾以后 要不给我们工作 这是中共一种恶劣的流氓钓鱼手段 同时呢 中共呢通过公干公私操作 建立各种信息呢 都由它的统战部门宣战部门统一发送 然后呢台湾的很多公关公司呢 就向中共呢去承包各种案子 承包案子以后 然后就会招待台湾的媒体人员呢 不断的到大陆去进行各种参访 在参访的这个过程中呢 要求他们报道的都是中共的 所谓红色正能量的立场 而公关公司呢 又用假账号 在不断的在台湾的各个网络上面 为中共去写文章 为中共洗地 然后给台湾民众进行渔民嘛 这就是中共通过这些各种手段 然后对台湾的渗透 那么中共对台湾是这样 对全球也都是这样 也就是我们刚才谈的 中共对台湾所使用的这些手段 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在用 无非是他们用的时候 选择不同的国家 选择不同的方式 但基本上都是如出一辙 也就是中共 想方设法通过金钱利益 美女利诱 然后抓住你的把柄以后 中共对你进行胁迫以后 你为中共卖鸣 你跟中共穿一条裤子 最终大道就是中共 俘虏你这个政治人物 俘虏你这个政治人物 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阶层 然后最终中共就把你这个国家 和你所影响的人群 变成了和中共合作的利益集团 中共就是用各种手段 它不断地渗透收买色诱 然后来控制你 那么在很多国际原则上面 中共它无法收买 无法控制的地方呢 它就耍流氓嘛 你看纽约时报最近就报道 中共它现在用大量的船只 收紧对中国南中国海的控制 用大量船只怎么去控制南中国海呢 你刚看到这个题目你有点疑惑 实际上是中共它用它的流氓手段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 中共在南中国海通过填沙建岛的方式 它在很多有争议的水域 它都建立了大量的人工岛 那么这一部分人工岛呢 美国一再警告中国你是一种强占它国的主权 对南海海域进行岛礁军事化呢 完全是中共对南海的一种霸凌行为 那么有争议的几个国家像菲律宾 越南都不断地在抗议 国际法庭也宣判中共呢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占据南中国海的 但是中共它就是这么霸道 那么它站在这个海域呢 它又怕呢美国过来来倾倒 所以说中共呢它就采取个什么方式呢 它就开始派出大量的这个渔民的这个渔船 它的这个新设例就是用大量的渔船呢 停在这些有争议的水域 站在这个有争议的水域呢 它就宣誓这南中国海是我们的主权 这种情况呢 它就可以有效地呢无视其他国家的驱逐令 因为你这种流氓占山头的做法呢 对于国际社会来讲 对于文明社会来讲 人家感觉到束手无策啊 因为美国的军舰不可能来把渔民的渔船把你轰出去啊 那美国它肯定是不可能出动军事武力去攻击平民的嘛 所以中共就用这种方法 用渔船占据着南中国海 大量的渔船停泊在南中国海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捕鱼的 他们就是用渔船填塞整个南中国海来霸占这个水面 因为中共认为他们只要用足够长的时间 足够长的胁迫和压力就能够把东南亚其他国家人把它挤出去 越南菲律宾没什么办法 因为越南菲律宾只能是求助于美国 而美国的军事军舰是不可能火力攻击渔民的 中共这种流氓手法呢 它呢在它整个成长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以前中共在夺取江山之前 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 它就是用大量的平民站在两军队里的前沿嘛 把老百姓把妇女儿童把他们驱赶在前线走在前面 那国民党的军队一看来的都是平民 都是妇女儿童怎么开枪啊 那么根本就没办法开枪 而中共的大军这时候在平民的掩护下他们杀到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对国军发动突然袭击 在朝鲜战场上也是这样 他们捆绑了大量的朝鲜的那些普通的那些居民啊 妇女啊儿童啊 然后把这些人把它推送到美军的前沿阵地 美军一看这都是妇女儿童怎么打 肯定是不会打的 但是在这个后面志愿军就上来了 他们就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 牺牲平民的生命 然后掩护他们 然后对你发起进攻 中共一贯是这样的嘛 所以中共这种方法呢 它对国际社会呢 它每次都成功的 更何况还有很多这些老百姓里面都有中共化妆成老百姓的军人呢 包括这些渔船里面 这些大量的所谓平民的渔船 这些渔船里面很多都是中共军人或者是中共武装部队化妆成的渔民呢 也就是在这种时候 它就是骚扰这个海面 控制这个海面 然后无视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对他们的警告啊 美国你的军舰又不能打 而菲律宾这个国家的总统叫杜特尔特 杜特尔特他一贯讨好北京啊 他跟北京要钱啊 他在公开的演讲视频里面就说 谁有钱谁就是我的朋友 北京有钱我把北京当做我的朋友 所以我到北京去 我缺钱我就到北京去 对啊你缺钱你就到北京来 北京愿意给你点钱啊 因为中共有这个钱 中共给得起你杜特尔特这个钱 但是中共给你钱的结果就是中共要控制你菲律宾控制你杜特尔特 控制南中国海 然后你杜特尔特翻脸的时候 中共就可以通过控制你的家族 揭露你的腐败 甚至摄友你的所有的视频 最终就控制你这个国家 中共就这么去干的 你以为杜特尔特它能跑得掉啊 所以中共这种拉拢俯视摄友的手段 已经很娴熟的运用在国际社会运用在台湾岛上 我们介绍的台湾岛的这几种统战方法 是让中共它这个手段都是对全球展开的 唯独就是美国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 川普总统这一届没有受中共的这种利用 中共是没有办法去搞定川普的 川普作为一个亿万富翁 他不缺钱 中共用输送利益的方式 川普不需要 那么摄友川普他更没有机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在川普总统执政这一朝 他完全就是非常的憋屈 所以说中共才不断的在美国大选里面 动用各种手段把川普挤掉 跟民主党和共和党里面的建制派大佬一起合作 把川普挤走以后让民主党登台呢 而民主党登台以后 民主党他为了他自己永保江山 为了他一党都大 他就不断的去推广美国的这种非法移民 根本不需要政见的这种选举方式 拜登为什么要大量的引进非法移民啊 为什么拜登和民主党要求 要把美国监狱里面的罪犯释放一半啊 美国监狱里面关押的罪犯 绝大部分都是暴力犯罪 都是杀人强奸 都是判得重刑的 但是这些人在监狱里面做不了两年 现在拜登的政策就是要把监狱里面的罪犯 要放出来一半 放出来一半将给美国社会增加七十万的放人 这七十万全是重罪犯人 他们回到社会上以后 基本上按照美国现在的统计 在三年之内不犯新罪的人只有10% 也就是90%人在三年之内一定会重犯新罪 这给美国社会要带来多大负担呢 但是拜登不管 拜登就要罪犯回归社会 回归社会制造混乱以后 然后民主党可以在乱中巩固他们的投票权力 然后再引进大量的非法移民 在美国控制选票以后 保证民主党他们在每次选举中 他们可以获取权力嘛 所以民主党的这种做法 在2020年大选年表现的特别强烈 因此呢很多州 他们现在都开始收紧他们州里面的选举法律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选举是州选举 所以说州里面只要把法律预定好了以后 然后按照他们州法律执行 那种投票想进行舞弊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所以说最近佐治亚州也好 德州也好 他们都通过了投票的新法案 这个投票的新法案就是要求任何一个选民 你只要参加选举 你必须要持有你自己 还有你照片的就是佛陀ID的 证明你本人身份的 在规定的投票时间到投票站 或者是在规定的邮寄选票的时间 出示你自己的身份 然后在确保你选民身份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有投票资格 那么这种法案的通过以后 它对全美各州都是一个示范效应 各个州都会审议自己州里面的选举法案 要求就是任何一个选民 你必须要合法选举 你要有选举资格 你本人的这个选民身份要得到认证 那么佐治亚州和德州率先推出的这两个法案呢 就遭到了左派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4月2号 美国棒球大联盟简称叫MLB 他就表示如果你们推出这个法案 我们呢就退出你们亚特兰大的全明星赛 那么美国这个棒球大联盟 他这样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他反对你们公平选举 他要求就是不看ID 什么人都可以去选举 也就是搞乱美国的选举嘛 那么全明星赛 它不是一家这么做法 左派控制的很多媒体都支持 就说不要看ID 也就是这么胡乱选举 也就是想把美国这个混乱的选举行事 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总统在4月2号 就通过他的前总统办公室发布了声明 他要求大家抵制那些反对公平选举的企业 这些反对公平选举的企业致命的 那么有我们刚才讲的美国棒球大联盟 其次还有可可可乐 大美航空摩根大同花旗银行斯科还有UPS 这些企业都是受左派控制 而且他们是极端的左 包括你像麦当劳啊星巴克他们都是极端的左派 这些人他们都是反对公平选举的 他们就需要维持现在的这种选举混乱的状态 然后让民主党混水摸鱼 让民主党的议员最终都能当选 最终川普总统就针锋相对啊 因为川普总统才有这种号召力 可以讲离开川普以后 美国几大电视网的收视率是急剧下降 像CNN都下降了一半都不止 现在因为川普离开以后几大电视台几大电视网 他们没有收视率 他们只好去聘请川普总统内阁成员啊 像库德勒 像川普总统原来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凯利 统统被拉入福克斯吗 那么还有其他电视台 把川普总统的顾问米勒也喊进去了吗 川普总统的儿媳妇也去了吗 就是靠他们来提振收视率 但是民主党他现在反对公平选举 他推出他这个浑水摸鱼的这个法案不就是让一帮垃圾人 让民主党那些反对川普反对美国家族观回归的人来当选吗 弗吉尼亚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 他最新公布的一个议员研究报告 他们这个研究成果里面明确就写到 众议员IOC是国会议员里面 他的这个政治含量和这个水平和参政能力最差的一个议员 为什么这么说他们给IOC做了统计IOC自从2018年当选议员以来 他这么三年多来他一共提出了21项法案 但是他的法案没有任何一项法案得到任何一个委员会的批准 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项投票更没有一项能成为法律 但是呢现在IOC他变得越来越富有 他本来是个酒吧女可以讲他在当选议员之前 他连房租都付不起但是他自从当了议员他现在穿的都是上万美元一套的服装 他的名气现在非常大他的名气都来自于他是反川的斗士 他反对美国他支持黑命贵他支持安提法 尤其他在今年1月6号国会大厦里面做假证 IOC他能够跑到南部边界对着所谓非法移民搁着铁丝网身内俱下 实际上铁丝网那边是一个空白的停止场没有任何人他站在铁商栏外的空地上面他在那表演 所以说呢IOC这种虚假的表演他就欺骗了很多美国人 他自己描述1月6号他差点被闯进国会的川普的支持者把他杀害 那么事后经过调查他那天根本就不在国会大厦 他在哪里见到过示威的支持者他在哪里碰到过有人要杀害他 所以说IOC这个人他退出议员以后到好莱坞比较合适他到好莱坞去一点 好莱坞很多明星还不一定比他演得好 但是民主党就不断地涌现出像IOC这样的狂热的虚假的这种议员 而这种人居然还能够在美国国会出入 这是美国国家民主制度的悲哀 也就是美国一个历经200多年优秀民主制度的在全球领先的民主发达国家居然能出现IOC这种公然造假 无论是他对着铁丝网对着那些虚假的非法移民在那个哭嚎的那种表演的画面 还是他声称在国会大厦里面受到袭击 而事实上他本人根本不在国会 这种情况都已经是完全是事实成立的情况下 居然这个人还能继续当国会议员 这就是美国民主制度他现在出了问题嘛 所以说川普总统他现在号召抵制那些凡是反对公平选举的企业 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些反对公平选举的企业 让他们失去人民对他们的支持 也就是你不坚持美国的价值观 你最终就会被美国人民所抛弃 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打执1 打扶2 打扣 铁 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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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